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二战时恶名昭著的杀人工厂 在这里 犹太人活不过两周 牧师活不过一个月 普通人活不过三个月 这里没有人权可言 多说一句话就会被打死 有的只是干不完的体力活 而置身身体的 就是这一勺勺干水 而就是这勺干水 入小的人也经常保不住 男人心疼这个可怜的孩子 这名长官搬家去的机会 偷了几个苹果分给了孩子 可好心的孩子吃了一口 就分给了旁边的老人 可就在这时长官来了 将他们三人带走处决 轮到男人了 长官让他把苹果放在脑袋上 可横竖一死 能吃一口是一口 就在长官要开枪的一瞬间 旁边的孩子突然被送起了德国师哥 长官很意外 喜欢师哥的长官心情大好 放过了两人 可旁边的士兵却说 他已经把男人记录在死亡人数里了 长官已经随手就打死了旁边三尸体的人 人数就这么凑齐了 因为这件事 男人和孩子成为了过敏的朋友 第二天干活时 看守扔了一节香肠在地上 两个囚犯抢得死去活来 看守觉得不过瘾 就让两人对打 谁打赢了才能吃 两个人开始互扇耳光 可当一人打一轮 看守却觉得还不过瘾 说再打一轮才可以吃 然后就点到了男孩 男人赶紧挡在了男孩身前 替他出头 当对方攻击时 男人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躲避身法 对方根本就打不到他 另一个兼功劲撞 挥舞着棍子也加入了进攻 可依然被轻松躲开 看守门怒了 准备一起收拾他 就在这时 另一名看守过来阻止了大家 这名看守是汉堡拳赛的冠军 他要跟男人打一场 见血为止 男人只要赢了就能得到食物 看守摆好了架势 可男人只是端着双拳没有动 看守突然意识到 这个男人不简单 这是一个真正的拳击手 随即尊重地跟男人碰了拳 看守开始进攻 密集的拳头向男人攻去 可男人全部灵活地躲开 找准时机 一气直拳打在了看守脸上 看守不怒反省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真正能打的人 原来男人是一名拳击手 在波兰的名气很大 因为异于常人的躲闪能力 拳击圈内给他起了个外号 泰迪 看守遵守诺言 给了泰迪食物 泰迪留下了一点自己吃 其余的都分给了大家 从此集中营设立了全赛给长官们去了 泰迪也因此获得了一份轻松些的工作 食物也有了保障 囚犯们托泰迪的福 也经常可以吃到面包和香肠了 但是这天集中营来了一个大胡子壮汉 他将是泰迪的下一位对手 也正是这位对手 让泰迪看清了全赛背后的残酷 壮汉咆哮着冲向对面瘦小的拳手泰迪 泰迪却没有被壮汉的气势压倒 从容地躲避反击 壮汉一番蛮牛般地进攻后 体力渐渐不支 泰迪瞅准时机 一记重击结束了比赛 集中营中的囚犯们 也被泰迪鼓舞了士气 泰迪成了他们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中的一丝阳光 可第二天清晨 泰迪却看见了被自己击败的壮汉 要在一堆肢体中被推走了 他突然明白 原来自己成了间接的凶手 他需要想办法摆脱这个局面 他意识到 只有挑战德国的拳手 才能不让自己的同胞间接死在自己的拳下 他向长官申请 对战集中营利的德国拳王 虽然跟对方不在一个重量级 泰迪还是要拼死一战 可拳赛还没有开始 送食物和药的事情暴露了 小护士被押到操场上 士兵们让他脱光衣服准备侮辱他 他趁士兵不备 一把强迫了枪打死了他 士兵们开枪扫射 把小护士和犹太人们都处决了 男孩也被抓了起来 第二天泰迪迎来了德国拳王 长官们将擂台设在了操场 准备让德国拳王打败泰迪 摧毁囚犯们心中的希望 可没想到 比赛并没有像长官们心中想的那样一边倒 泰迪凭借灵活的躲闪 和德国拳王打得有来有往 并渐渐占据了央视 看着欢呼的囚犯们 长官们干了件下座的事 趁休息时间 拔下了药的水拿给了泰迪 比赛再次开始 泰迪开始天旋地转 很快就被拳王打倒在地不住呕吐 可泰迪却坚持着还要再打 长官同意了他的请求 拖来了另一个对手 居然是被打得面目全非的男孩 长官让他们两个动手 否则就当场射杀他们 囚犯们悲痛地脱下帽子莫挨 泰迪让男孩打自己 可男孩却转头准备冲向长官 男孩死了 泰迪被吊在了操场上 为了羞辱他并击碎囚犯们心中的希望 脖子上被挂上了冠军的牌子 男人被吊在操场上整整一宿 目睹了一匹匹的犹太人被带进毒气室 他意识到 无论自己再怎么拼命打赢全赛 也改变不了这悲惨的现实 天亮后 泰迪被放了下来 万恋俱灰的他 躺在了同胞们的尸骸中迎接死亡 可他却看见了 之前男孩送给小故事的天使雕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不能死 为了死去的同胞 为了还活着的同胞的希望 他必须把最后一场全赛打完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进了赛场 德国拳王刚打倒了一名囚犯 正在耀武扬威 尽管被吊了一宿的双臂已经很难抬起 泰迪还是爬进了全台 这时一名来做客的军官认出了他 军官很兴奋 他曾经给泰迪的比赛当过裁判 他跟这里的军官说 如果泰迪打赢了就把泰迪交给他 去他的集中营打拳 泰迪带着戏谑的笑容挑战德国拳王 尽管身体已经遍体鳞伤 还是灵活的闪避挑逗着拳王 即使一次次被击倒 背大的面目全非 还是用头顶着地面一次次爬起来 终于他抓住了机会 用头顶断了拳王的手腕 用尽最后的力气甩起了手臂 将拳王打倒在地 赢得了冠军 他被军官带走 去参加其他集中营的比赛 用一场场的胜利熬到了战争结束 并给集中营里受迫害的人们带去了希望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泰迪的真名是 卡德乌斯·皮特科夫斯基 他靠自己的一双拳头 在德军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活了下来 二战俘他回到了波兰 开设了拳馆 将他的精神一代代地传递了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织点栏会就会到达我们的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